真是不可思议又在意料之中啊 今天有一个文件显示 在武汉病毒爆发前18个月 就是2018年 武汉的科学家就向美国的 向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提交了一项拨款的提案 就是他们有一个研究 希望得到美国的资助 希望得到1400万美元的资助 他这个提案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是做一个 把蝙蝠 把新冠病毒通过物化的方式 把释放到蝙蝠洞里面 然后让蝙蝠感染以后 可以不传染给人类 就是说他这个研究是为了避免新冠病毒 传染到人类 但是他这个提案最终被 他这个提案拒绝是 是拒绝全额资助 但是部分资助的大门 仍然对这个计划是敞开的 而且 即使这个计划 没有得到资助 他们也是可以进行的 而且还有你想他 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 他肯定是自己 有做了部分实验了 他已经 这里有照片 他已经在蝙蝠洞里 释放过他 他这个人工修改过的这个病毒了 希望他可以感染蝙蝠以后 然后 相当于一个疫苗的作用 他们做这种研究 为什么说他就是很震惊呢 因为傻子都看得出来 你这么做 很危险 你释放到蝙蝠洞里面 你可以释放到人 而且你确定你 你修改过的那个 那个释放的这种物状的病毒 可以产生疫苗作用吗 而且你这个疫苗作用 就一定是对人好的吗 人打了疫苗也有副作用的吧 但是为什么说是意料之中 那就是之前 中国广州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消息说 广州有一个 也是基因工程的一个科学院的人 先是在报纸上 很开心的宣布 他给一对夫妇的小孩 出生前做了基因的编辑 让他可以不感染艾滋病 然后 这个消息传到国际上 国际上一致的谴责的声音 然后让政府就马上把这个人给 这个人的这个消息给撤下来 中国的报道是 可喜可喝 可口可乐 中国科学家太厉害了 又是重大的科技上的突破 在这个报道撤下 然后在国际谴责之后 这个报道被撤下 这个人还受到了处罚撤职 所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中国人做这个研究 中国的科学 所谓的科学家 他做这些研究 我不知道他们从来不考虑后果还是什么 如果这个后果付的代价过于沉重 风险太大 你就不能做这个事情 你不能说你是科学家 你为了赚钱 你为了得到研究经费 你就做一些这种风险十分大 对整个人类都是造成无可限量的损害的事情 不可估量的损害 不可估量的伤害 这个是 我不是说这个文件 我不是说这个文件 就一定是病毒 病毒是从武汉发源的 当然病毒肯定是从武汉发源的 因为你爆发就在武汉 在哪里发源的呢 你说是美国什么 什么里特堡什么那个地方 那那边也没爆发 武汉是爆发的嘛 我不是说你这个病毒 一定是你实验室做出来的 但是你提交这个提案 证明你在搞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搞得就非常非常的 不可接受让人 我不知道怎么会 这些 你稍微想一想这个后果是什么 你把病毒做成空气可以传播的 然后传染给蝙蝠 你难道不会传染人类吗 你把基因编辑的小孩 让他不会感染艾滋病 你知道你做了这个基因编辑以后 他这个小孩长出来 长大以后 他再去跟别的 跟别人成家生孩子 时间长了以后 对整个人类有什么影响吗 你的科技手段 你可以保证你做的事情 一定没有后果吗 你不能保证没有后果的话 你不能保证 他一定有好的后果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产生很 很恶劣的影响 你在改变这个自然界的平衡 还有 还有这个计划里面 还有计划 这份拨款提案里面 还计划制造嵌合病毒 经过基因增强 使它更容易感染人类 这个可以说是 最新的一个 关于这个病毒的证据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觉 这篇文章里说 当 就是病 这个武汉病毒爆发的时候 测出 科学家刚开始测出 这个基因 基因序列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病毒的突刺蛋白 是有人工编辑的这个痕迹 那这份报告正好印证了这个观点 他这个提案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投放 人工编辑 人工修改 它使它更容易感染人类以后 投放到蝙蝠洞中 这个报告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我相信这一部 他当时提交报告的时候已经做了 否则他怎么要别人拨款给他呢 他不可能只有纸上的 纸面上的东西 你初步的这个实验 肯定已经做了 那你说是蝙蝠传染的 那也是你传染给蝙蝠在先呢 就能够他们杀 anyhow 感谢观看 这个武汉病毒的这个提交这份提案的拨款提案的团队 还考虑加强那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症候群MERS的病毒 这个病毒的致死率是30% 他还计划加强把这个让他更容易感染人类 如果这个东西感染那就是世界末日来了 这篇文章说 这篇文章说 这篇文章说